大埔廣福道嚴重車禍 再多一個人雙重不治 令到死亡人數增加兩個人 另一個人仍然危殆 兩個人嚴重 案件交由重案組跟進 消息指正是場包括誤殺在內等方向調查 大埔廣福道致命車禍現場 有市民用鮮花悼念死者 損威路段遺起維修 一輛市區的士星期日早上 懷疑越線繞過前面新界的士 產上安全島 撞到過馬路的人 一個59歲男徒人當場死亡 另一個63歲女傷者燃至早上不治 仍然留遠的四個人 四歲男徒危殆 另外兩個人嚴重 包括一個37歲孕婦胎兒穩定 63歲的士司機涉嫌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死亡被捕 仍然留意 據了解仍然未錄取口供 消息說涉案司機駕駛了的士十幾年 近幾年除了輕微超速 沒有其他不良駕駛紀錄 至於涉事的士被扣留在大嵐沖車輛扣留中心 等候檢驗 案件已經轉交新界北重案組調查 無線電視記者善事報道